剛才我們好朋友還有一個 奶滋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這個蝦餅館上 有時候看有一個小小點 超大超大 這到底不知道 如果沒有那麼嚴重 是整蝦餅還嚴重的時候 整個怎麼都這樣超大 就要黏著火黏著火 蝦餅你最小的看 一個蝦餅 我們從的蝦餅這樣 我們從一個我們說的 那個蝦餅那種蝦餅 那種蝦餅比較嚴重的時候 他留著一粒一粒 浸一些蝦餅肉 半球形這樣 這個瀑瀑瀑瀑 這是一個 這種營餅是一個新的 我們新進的 一種的 湯蝦 這種湯蝦 這個德索 我們在說的就是 有一種叫做蝦 蝦瑞 這之前賣掉 這種是英蝦 現在這種的 這通常是一種的 這個英蝦 蝦 就是一個湯 還有一個蝦 這個蝦 這個蝦 這種東西 這是和很多 這大概 從九十幾年 以前那邊開始 在嘉義 後來有種蝦餅的地方 慢慢慢慢都有看到 就看到了 這種 這個 這種 這種 對 對這個 造物的危害 有專一性 就是說它不會危害 還有其他一個造物 只有在內置蝦餅 館上有看到 所以 後來是不是會 不知道 但是現在看到 都市場都是這樣 所以 這很多 有這種的解析 情形 所以如果有這個問題 所以 新鋒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管理好 如果有看到 新鋒 有稍微炒大 你差不多 整張就要去 噴 因為你現在這個 小小小小 沒有什麼 什麼比較推薦的 解析用藥 所以一般 我們都會用 這個有機靈劑 這需要噴噴 這應該是 這個方便 可能是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有人去用什麼 用這個 曬數安 去放進去 因為你幾張 如果沒有解析 其實也不用 特別去強調 所以 一般來說 是有這個情形 所以這應該是 這個 英銳 這種的 危害 目前 這個速度很快 大概 差不多 前來 這個地方都已經有看到 這種的 這個危害 這和 我們正 在放在 這個 其他一個 作物的時候 所以這應該 不是說 很大的問題 只是說 你如果沒有它處理 它很可能 會越來越嚴重 如果是家人 我們自己做 做幾天 你可以用 苦戀油 去噴噴 不然 要用苦戀油 比較久去噴 多噴幾次 這有一定的效果 噴這種東西 包括我們 用農油也是一樣 土甲蜜都要噴 你一定要在 土甲蜜的 這個地方 先刷噴 因為他的 小孩 是從土甲不倒起來 所以 他的成蟲 是從他走出來 所以我們 盡量 可以把這個部分 處理好 這大概 是這樣的 進行 這由好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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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